固态电池已经成为日本电池产业最后的救命稻草 丰田和松下等企业手握大量的专利 希望借此实现对中国的逆袭 实际上,日本对于固态电池的重视很早之前就有了 2016年,日本电池专家吉野章来中国参加世界电池大会 他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说 固态电池将成为下一代电池的方向 有可能取代传统锂电池 当时日本的锂电池产业在全球还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拥有诸多的专利 松下汽车电池全球出货量还处于世界第一位 因此,吉野章的预测掀起了固态电池的热潮 中日韩乃至欧美都在提前布局这项技术 果然,七年之后,这个预言成真了 中国宁德时代,比亚迪,日本丰田,松下,韩国LG等企业 都公布了固态电池的量产时间 其中有一部分企业在2023年实现了半固态电池上车 而大部分企业将全固态电池量产的时间定在了2025年 到2030年将正式实现大规模量产 可以说,在下一代电池中 全固态锂电池被认为是革命性技术 未来有可能会完全取代传统锂电池 而接下来的10年就将是固态锂电池的破壁期 其中对固态电池直念最深的就是日本了 2021年,日本最出名的财经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 《日本要借助全固态电池谋求逆转》的文章 详细介绍了日本固态电池的专利优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可以凭借这项技术 实现对中国的弯导超车 同年6月份,他们又刊登了一则名为 《全固态电池将是日本决战》的文章 详细介绍了日本和德国对于固态电池的布局 以及他们的领先性 2022年4月,日新网再出了一篇 《日本手握逆袭王牌》的文章 介绍了日本电池拥有能够逆袭的技术 其中一个还是固态电池 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 这个网上有80多篇文章和固态电池有关 其中有79条是最近4年写的 内容都是日本专利占比最多 哪个企业又突破了关键技术等等 从这些文章里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企业对于固态电池抱以多大的期望 他们为啥这么热衷固态电池呢 答案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一难平啊 在21世纪初期 日本的电池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 然而仅仅20年时间 中韩就完成了反超 尤其是中国更是完成了对日本电池的地位逆转 原本日本掌握了大部分的专利技术 以及垄断了电池的关键材料 中国汽车或者电池企业 只能向日本缴纳专利费 以及进口关键材料 但是日本电池的这些优势 完全被中国取代了 根据韩国电池调研机构SNR的数据 2022年 动力电池市场份额前十的企业中 有6家都是中国企业 合计市场份额60.4% 中国占有绝对领先的优势 这还没完 中国里电池话语权 还体现在技术和材料上 2021年时 全球总共申请了1.9万多件 里电池专利 其中中国独占1.5万件 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 只占4300件 日本更是只有960件 不到中国的领头 而材料方面 中国也拥有绝对主导权 里电池的正级材料有 锂 镍 孤横蒙等金属 中国供应了全球60%到90%的份额 而富级材料中的石墨 更是100%由中国生产 可以说 中国在里电池的全产链中 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日韩电池企业都得看中国脸色 而日本则更惨 不仅被中国全方面超过 甚至连韩国也跑到了日本前面 在全球前十的电池企业中 韩国有三家 而日本却只有一家 欧美虽然比较少 但是凭借市场的优势 拉拢了包括中日韩三国的 电池企业去建厂 也准备实现电池奔土化生产 反观日本从绝对的领先 到绝对的落后 既没有建立技术优势 也没有产业的优势 甚至连传统的材料强项 也被超越了 无疑是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 而这种惨痛的教训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期的家电 中期的屏幕 现在的电池 日本产业总是在拿到一手好牌后 打得稀来 后来他们经过深刻的复盘 总结出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 美国靠竞争取胜 欧洲靠制定规则生存 中国靠产业崛起 而日本却一味地谈技术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日本企业非常看重技术 重视到不允许任何国家 分享他们研发的技术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日本拿着专利谋取巨额的利润 然后他们还设置了各种的障碍 阻止后来者参与竞争 其实这种做法非常短视 比如稀土 早期他们就利用技术专利 卡住中国的脖子 后来用金家工卡脖子 中国的确没啥好办法 只能被迫研发属于自己的稀土技术 最终将日本淘汰出局 还有发动机专利 屏幕专利等等 日本总是想谋取更多的利益 结果短期内的确挣到钱了 但是长期上反而激发了 其他国家弯道超车的欲望 最终失去了行业话语权 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 他们掌握有大量的气能专利 中美想在这方面突围难度很大 所以干脆就选择了 纯电动汽车的赛道 这直接导致气能汽车规划破产 连锂电池都被反超了 因此 日本深刻反思后 觉得自己不能在下代电池上 再错过机会 必须在技术 产业 材料上均衡发展 这样才能成为电池巅峰 而全固代电池 就是下代电池的头号选择 日本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因此 他们非常重视固台电池的发展 2018年时 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 汽车电动化发展的长期目标 明确将固台电池 作为下一代电池的技术开发方向 2020年 日本借助2050年碳中和战略 为固台电池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2021年提出了 下一代电池和下一代汽车的发展 为电池研发材料 回收等等制定相关发展指导 2022年8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建立 强大的电池制造产业带 并且借助产业带 培养3万名电池制造方面的人才 这项投资共计3.4万亿日元 其中大部分都将用于固台电池领域 在这样的产业政策刺激下 日本锂电池材料联盟 筹建了固台电池研发团队 其中包括了丰田 日产 松下等企业 2021年 日产在神代川县的工厂内 设置了固台电池实验设备 计划在2024年建立试点工厂 在2028年正式推出全固台电池汽车 2022年 本田宣布投资431日元 研发固台电池 预计到2024年春季启动 固台电池的验证生产线 丰田则在固台电池上布局最久 也是世界上固台电池专利 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 达到了480项 占比超过13% 他们还与松下成立了固台电池合资公司 计划在2023年小规模量产 可以说日本举全国之力研发固台电池 希望能借此弯道超车 其实不只是日本 欧美也同样对固台电池抱以很大的期待 2017年 欧盟成立了欧洲电池联盟 目的是组建属于欧盟自己的电池产业 其中成员包括德国大众 宝马以及国际电池巨头 2019年 欧盟批准了欧洲固台电池投资专项计划 由欧盟牵头出资82亿欧元 用于发展固台电池 2021年 欧盟推出了2030电池创新路线图 再次加大在电池创新上的投入 其中 固台电池也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 欧盟还制定了锂电池材料的碳足计图 通过确定最终锂电池原材料的来源和用途 这样可以确保欧盟对锂电池产业链的掌控 因此 欧盟各国也非常积极地发展固台电池 尤其是德国 2018年时 德国在欧盟的基础上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动力电池研究联盟 集结了巴斯夫大众的一系列国际巨头参与 整个投资高达10亿欧元 可见欧盟各国对于固台电池的重视 引用德国大众的电池开发负责人弗兰克的话说 全固台电池是锂离子电池开发的最终章 然后是美国 美国虽然在电池领域落后中日韩 但是他们对于电池的布局丝毫没有侵蚀 2021年6月份 美国先进联盟发布了国家锂电蓝图2021到2030 其中最长期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 研发出固台电池和锂金属电池 先进联盟是美国能源部 国防部等四个部门组建 集齐了美国汽车企业和研究机构 目的是指导美国企业在电池上的发展 并且借此争夺电池话语权 2021年10月份 美国能源部提供了一笔为2.09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这笔经费就是用来支持26个实验室 开发固台电池及快充技术 其中通用福特等美国车企业获得了能源部的支持 当然还有韩国 他们的情况也和其他国家相似 反而中国在固台电池领域布局晚了很多 2019年时 我们才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首次将固台电池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但是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组建专门的固台电池联盟 而是提出了一个长期目标和政策 然后由大部分企业来完成 那么问题来了 固台电池到底好在哪里 真能取代中国的液态锂电池吗 我们会不会被弯道超车呢 固台电池和离离子电池的原理其实非常相似 但是它是固台的 正常充分电时 离子是从电池的正负极脱落 然后在电解质中横移 再附着在正负极上 从而达到充分电的效果 也就是说 电解质最大的作用就是给离子提供一个特殊的通道 但是由于固台电池的电解质是固体的 离子游离的速度就比液态电池慢 导致离子迁移速率慢 会直接影响到电池的充分电速度 正负极接触的 固台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的接触面 不可避免的存在间隙 这个缝隙里充满了气体 会再次影响到充电效率以及能量密度 所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适合固台电池的电解质 比如1950年 固台电池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当时的固台电池采用的是流化音作为电解质 而且比较粗糙 电阻很高 但是能量密度和电压却比较低 根本无法商用 1970年代 Squart Study B首次报道了点化力固台电池 助领国家实验室用磷酸锂作为电解质 造出了一种高性能固台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 充电上万次也不会出现衰退 然而因为成本和工艺问题 这些材料并没有得到推广 相反 由于液态锂电池就没有这种困扰 科学家们只要解决好正负极的材料就可以了 因此 液态锂电池率先得到发展 逐渐成为主流路线 中国也借此实现了搬道超车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弊端暴露无遗 首先是能量密度已经做到了极限 根据中国工艺部颁布的 中国制造2025对电池的规定 2025年时 单体电池的能量密度应该达到400瓦时每公斤 2030年时 这个数值应该达到500瓦时每公斤 而锂电池由于隔膜和电解液的存在 导致它的能量密度上限只能达到300瓦时每公斤 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能量密度还是其次 锂电池的安全性才是最大的诟病 三元锂电池在180度左右 正极材料就会与电解液发生反应 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 导致电池自燃 所以锂电池非常害怕遭遇到外界撞击 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热失控 而且即使不自燃 电池用久了 腹肌上也会长出筋脂 刺破隔膜与电池正极接触发生短路 也就是说 传统锂电池不能用得太久 否则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发展下代电池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 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它来达到指导的要求 国外企业则希望找到另外一个技术实现万导超车 而固态电池就是头号选择 在安全性上 固态电解质的热稳定性更好 比如氧化物电解质能够耐受600度的高温 不宜自然 而且有固态电解质隔着 可以有效地限制锂金枝的生长 降低短路的风险 在能量密度上 固态电池没有隔膜和电解液 可以承受高压 以及正极材料多样化多种叠加下 单体能量密度大大增加 可以轻易做到300到700瓦时每公斤 其次 固态电池在寿命上 充电速率上都比传统锂电池更有优势 几乎可以满足神类对下代电池的大部分需求 更关键的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三种非常适合当作电解质的材料 分别是 聚合物电解质 氧化物电解质 硫化物电解质 它们各有各的优缺点 但是在未来可以通过工艺来解决 因此 固态电池就成为替代品的头号选择 这也是各个国家将希望寄托在固态电池上的主要原因 那么 中国在固态电池上会不会被反超呢 我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但是中国固态电池的发展也非常强劲 这好说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陈立全 我们上面说过 日本锂电池支付在2016年就预测了固态电池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早在他之前 陈立全就做过同样的预测 他说 下一代电池将是固态电池 中国一定要提早布局 为了让产业界重视固态电池 他还说 如果我们将固态锂电池问题攻克了 再去做其他电池 相关技术就会迎刃而解 陈立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也是中国锂电池的开创者 不仅搭建了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 而且培养了诸多锂电池人才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锂电第一人 所以他的话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重视 但是还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 当时中国才刚刚建立锂电池产业 不是应该认真经营吗 为何要去主动变革呢 直到数年后才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中国固态电池的发展 几乎是陈立全一手促成的 早在1976年 陈立全就接触过固态电池 当时的他被中国科学院 派到了德国麻布研究所学习和交流 在研究所里 他从事的是晶体生长的科研工作 当时德国研究员拿着一块 拇指大小的材料说 别看他小啊 但是他可以做成固态电池 能量比鲜酸的电池要大得多 这句话引起了陈立全的格外关注 因为固态电池 这是当时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 而且中国也有研究电池 但是一直无法突破 出于专业性的敏感 陈立全认识到 这项技术很可能是改变中国 乃至世界的技术 1970年代末 国外开始研究锂电池时 陈立全已经回国了 陈立全申请转战固态离子学 在中科院的支持下 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 固态锂离子学实验室 研究固态锂离子和固态锂电池 在他的建议下 中科院也一直将固态锂电池 作为重大项目 1987年 我国启动了863计划 其中 聚合物电池被列为 75规划的重点项目 聚合物正是固态电池中的一种 而陈立全就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 他带领团队研究锂电池的 基础知识和一些关键技术 为中国锂电池储备了 诸多的技术和人才 也为我国电动汽车 和电池日后的发展 铺平了道路 1997年 陈立全凭借自己身后的技术 建成了国内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 当然 这条生产线还只是处于试验阶段 2000年 中国在863计划中 设立了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但是锂离子电池 却意外地被排除在外 当时陈立全非常着急 专门找到了专项负责人 希望他能给锂电池一个机会 最终锂离子电池 也被列为专项项目之一 正是有了陈立全的坚持 中国才走上了浩浩荡荡的 锂离子狂飙道路 为啥要介绍陈立全院士的经历呢 因为他不仅推动了锂离子的发展 还在液态锂离子发展最迅猛的时候 依旧保持对固态电池的前瞻性布局 2015年1月 高宫锂离电年会开幕 陈立全当时受邀进行演讲 他的题目就是 锂电池生存法则 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这篇演讲介绍了 下一代锂电池的发展前景 以及美国和日韩企业 试图在锂流 李空等下代电池弯道超车 并且给国内厂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而李流 李空电池就是固态电池和空气电池 空气电池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它的能量密度比固态电池还要大 被认为是固态电池的下代技术 也就是说 当国内电池企业布局还局限于液态电池的时候 陈立全的眼光已经延伸到下代电池 甚至是下下代电池 然后他还呼吁 国内企业应该尽早布局固态电池 事实上 后来电池的发展正如陈立全所预料的那样 固态电池和空气电池都成为未来电池的首选方案 然而当时中国李电池还处于大块上的热潮里 并没有太多的企业愿意投入到这项技术的研究 于是陈立全决定自己干 首先 中科院一直在研究固态电池 专利数量仅次于日本丰田汽车 是国内最多的机构 除了自己研究外 陈立全还非常重视固态电池产业化 2016年 陈立全携手中科院的两位同事 成立了北京蔚蓝新能源 专门研究固态锂电池 如今 蔚蓝新能源拥有400多项电池专利 承担20多个国家和省级研发项目 是固态电池领域名副其实的独角兽 而早在十几年前 陈立全牵头组建了北京新衡电池公司 新衡以萌酸锂电池作为主要的研发对象 2014年后 新衡电池也逐渐完成 萌酸锂液态电池到半固态电池的转型 而全固态电池也在研发当中了 新衡电池接连获得十多家企业的投资 成为中国固态电池领域的另一个隐形冠军 2022年 陈立全参加汽车大会 呼吁一定要重视固态电池 而且要大干快干 才能引领电动中国 像这样的呼吁 陈立全已经坚持了数年 几乎每一次大会 他都会谈及这些事情 可以说 陈立全不仅自己研究固态电池 还推动了固态电池产业化 甚至通过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电池人 比如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玉群 就是陈立全的学生 他创办宁德时代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在陈立全的推荐下 宁德时代也从未停止对固态电池的研究 而且成果很不错 已经可以做出高性能的样品了 只剩下如何量产的问题了 属于全球第一阵营 所以送光固态电池的竞争 中国虽然没有太多固态电池政策 但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 我们已经形成了产学烟等领域非常强大的阵容 这个阵容包含了固态电池独角兽 蔚蓝 青桃 万象和星恒等企业 国内电池巨头 宁德时代 比亚迪 干风里业 天气里业等 还有中科院 清华大学 哈工大等高校机构 可以说我们的电池企业在研究固态电池上并不弱 加上已经完整的锂电产业链 可以承接固态电池的正负级等材料 我们并没有太多被卡脖子的地方 当然没有卡脖子还不够 我们要想保持锂电池的优势 固态电池必须加大布局和产业化 这样才能延续锂电池的辉煌 好 罗斯熊猫 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做得还不错的话 请记得点赞加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见